大家好,这里是三叶美食 炒茄子万万不可先放油 今天来教大家一招茄子不发黑不吸油 准备四根嫩茄子,洗净后切掉口味 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装入盆中 加入一个瓶盖的白米醋 再倒入清水,给茄子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块生嫩姜切成碎末 再切点蒜末和小米胶圈一起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蒸鱼翅油 一勺蚝油,一勺白糖,一点点老抽 再加拌小碗清水,搅拌均匀调成料汁备用 泡好的茄子捞出来沥干水分 再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翻拌均匀,让每块茄子都均匀的沾上食盐 给它腌制10分钟 杀出水分 茄子腌制好后,把水分挤干 再撒上一把生粉 翻拌均匀,让每块茄子都沾裹上生粉 一是可以让茄子不吸油 二是使得口感更加爽滑 起锅预热,先不用放油 直接下入茄子 用中小火冰炒 一分钟后,茄子稍微变软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不需要浇得太多 茄子经过冰炒后,再加油炒 吃起来就不油腻啦 翻炒一小会后,倒入我们备好的料汁 炒匀后,大火煮开 把茄子煮软煮熟 收之后加入一把碎青椒 再翻炒两下即可出锅 一道辛香嫩爽 好吃又下饭的红烧茄子就做好啦 炒茄子不发黑不吸油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赶紧动手试试吧 炒茄子不发酷 炒茄子 don't download 炒茄子 don'tsp stylist